你有没有算过一个能自动获客 自带数据库和AI客服的个人品牌网站 找一个前后端团队来帮你搭建 加起来开发费用要多少 三万五万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只需要用 Manus最新的1.5模型 就能替换掉这笔巨大的外包开支 你敢信吗 今天我就要进行一场硬核实测 只用Manus 1.5从零开始 打造一个能自动获客高效运营的个人品牌网站 记住全程零编程零服务器配置 我们一起见证最新的AI 到底能把外部开发推到怎样一个高度 那在进行正式的见证操作之前 先聊聊这个Manus 1.5到底邪门在哪 因为它最核心的能力 就是让你不再需要一个开发团队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现在的AI编程 像程序员朋友 很多都在用Cursor这样的AI代码编辑器 它能帮你快速写代码调试代码 但如果换个角度 你一行代码都不懂呢 Cursor帮你写你得知道它在写什么 帮你补代码你得知道从哪里起头 依然需要专业的代码能力才能够完全跑通 而Manus 1.5就解决了这所有的问题 因为它不只是帮你写代码 而是帮你做项目 如果我们把AI建站打个比方 那Cursor就是一把无比锋利的手术刀 它需要一位熟练的医生 也就是程序员来操作 而Manus 1.5它是一个完整的 能自主思考的机器人士工队 它最核心的两个升级 第一个是速度 它的处理速度呢 现在直接提升了4倍 过去15分钟的任务 现在4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时间就是金钱 这直接就把你的试错成本和实验成本降到了最低 第二个就是记忆力 也就是上下文窗口 以前的AI经常是做到第三步 就忘了第一步在说什么 但现在Manus在单一任务里 几乎可以提供无限的上下文窗口 这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它能在更长的对话 和更复杂的项目流程中 持续记住你所有的设置和要求 那除了这两个核心升级 它在五个方向上做了功能的拓展 包括全站建站 专业幻能篇生成 深度研究分析 自动化邮件系统 还有团队写作功能 但今天咱们主要讲的 就是它最新最狠的功能 全站建站系统 好少废话呢 木子直接给你们看操作 我在Manus的对话框里 直接输入了我的需求 请注意啊 我们给AI的指令越清晰 它的产出呢就越高效 然后啊 我直接把我的YouTube频道链接 给它贴了进去 不到五分钟 朋友们 真的不到五分钟 它就给我生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站 咱们俩一起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首先呢 它关于我频道的所有数据 像订阅数 视频数 它都是实时更新的 在关于我的页面所有社交平台的链接 你点击都可以直接跳转 界面和逻辑完全没有问题 最让我感到惊艳的就是这个爆款视频的页面 它是直接按播放量数据爬出了我所有爆款的视频 包括标题 封面 播放量视频简介 点击封面呢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的原视频链接 整个过程我们要进行过任何其他的配置 它就是一键生成效果 对我们这种零大马基础的主报来说 真的是太友好了 而且呢 如果你对设计有任何的不满意 你可以直接点这里的编辑 每个元素啊 从字体颜色 排版内容 你都可以自定义调整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和它聊 请把首页的主题色改成亮成色 要是改崩了 也没事 直接点历史记录就可以一键回滚 而且朋友们 我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这个精美的前端页面 它的后端数据库全线控制 通知系统其实全部都已经搭好了 这才是全上AI编程最邪门的地方 我们先点右上角的发布 让所有人都可以查看这个网站 这样直接就解决了我们过去 部署男上线男的问题 而且呢 你还可以自定义域名 如果你已经购买了自己的域名 就可以马上用上了 那网站上线以后呢 我们作为运营员最关心的就是 访客从哪里来 他们在看什么 转化率怎么样 那其实Manus 1.5的研究板块 刚好可以帮你解决 我们可以看到 网站生成完以后呢 这里还自动生成了一个流量仪表盘 你能清楚地看到 访客来源 页面浏览量和流量来源等等数据 你甚至可以让他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那建好网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让他能用能赚钱 我希望我的网站不只是一个展示牌 它能自动处理用户预约和咨询 那还记得我们建好的网站里 有一个预约咨询的页面吧 其实只要在这里 用户输入姓名 邮箱等等信息 他就可以和我预约一对一的 线上咨询服务 重点来了 当预约成功以后 我的邮箱会立刻收到一封 自动通知的邮件 此外呢 在网站的资料库子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有预约用户的后端记录 如果你的网站需要注册 或者通过表单提交信息 这里都会帮你自动收集 自动归档 那接着呢 我们再把难度稍微提高一点 让这个网站真正的智能辞来 那只需要加一个这样的指令 让他帮我嵌入一个AI课程顾问 结果呢 就可以在右下角找到 这样的一个AI客服的入口 我试着问了个问题 他不光回答的滴水不漏 还自动推荐了课程内容 并引导我去预约页面 这就像一个24小时的智能客服 和金牌销售顾问 正在为我个人服务 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内容输出 比如你想要基于个人品牌 展示介绍或者是商业计划书 Manus的换能片工啊 就可以帮你直接输出成品 是不是很爽 比如我们让他生成一份专业的简报 在下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换能片风格 甚至你有公司规定的模板 也可以直接上传 几分钟以后呢 他就生成了一份完整的宽灯片 视觉模板自动匹配主题色 还能生成图表 那如果你有团队一起做项目 Manus也是支持多人协作的 你可以邀请团队成员一起进入工作区 共享credits 一起修改网站 一起调promit 而且Manus还自带一个功能 叫主动测试 它会自动模拟真实用户的操作路径 提前帮你检测网站的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点对独立开发者来说呢 就非常的有用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测试 注册预约等等流程了 AI会替你跑一遍 那我觉得Manus升级到1.5以后 成为了能真正替你交付结果的AI agent 对于想要打造个人品牌推广课程 做咨询服务的小伙伴来说 意味着你一个人就可以做过去一个团队做的事情 这就是Manus1.5 从今天起你不是在跟AI聊天 而是让AI帮你创造视野 我是木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